大家好,这个我是三喵鞋,小尾巴上个话说 这个世界不太平,对吧 这边是哈马斯尔跟以色列 那边是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 这个南美洲的委内瑞拉跟瑰亚纳又有领土争端了 而您要仔细看一下瑰亚纳这个国家 它的三分之二的国土都是声称 委内瑞拉声称自己是拥有的 这个事情之前委内瑞拉就一直不承认 这块国土是瑰亚纳的 那么现在这件事情又被拿了出来 其实你要说这件事情是有历史渊源的 瑰亚纳可能很多人听说过一个地方叫法蜀瑰亚纳 那么法国在这个地方设计有这种航天基地 瑰亚纳这个地方有法蜀的,有英蜀的,有和蜀的等等 那么当时很多的这个西方国家在这里殖民之后 就都在瑰亚纳划分势力范围 其中这个英蜀瑰亚纳跟这个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是独立比较早的一个南美国家 就有这种领土争端啊 有这种领土争端之后 那么这个英蜀瑰亚纳这边有一条河啊 叫什么什么葵什么纳河这个记性不好学渣 那么他的西边的这块领土到底归谁 1899年当时啊 这个英国有一个人画了一条线 就是这条线 是这条线啊 就是规定这个委内瑞拉跟瑰亚纳之间啊 这个中间啊 是这个这样的一条线啊 但是这个委内瑞拉这边是不承认的啊 说这个要以这条河为界 我们一直不放弃这边的这个领土主权啊 那么这个1966年的时候 这个委内瑞拉跟这个新独立的瑰亚纳 签了一个这个日内瓦的这样的一个备忘录啊 就是说这个1899年画界是有问题的 至于怎么画界 怎么新画界 这个双方再协定 而双方再协定了 委内瑞拉就说那一定要以这条河为界啊 把这个归啊 那三分之二的领土都给画到委内瑞拉去啊 这是1966年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不这个2023年的时候 查维斯啊 这个谁 马杜罗搞了一个公投 说你是否去这个同意1899年的那个画界啊 这个委内瑞拉98%的人是不同意的 你是否认可应该是以1966年的那个协议为基础啊 我们再来去讨论领土的问题啊 98%的人是同意的 然后这个当然你也知道在这种国家98%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早不提 晚不提 这个时候开始提啊 您就可以知道 这个委内瑞拉他的这个国内 其实也是这个政局的这种问题啊 政局会有各种各样的隐忧 那有之前有一个说法 是不是 这个内政不稳就一定会向外去扩张领土 这也不一定啊 内政不稳的话 您可以选择杀人啊 对不对 这个篡位者 像那个马杜罗 他其实不算是篡位者 但是他不是第一代的独裁者 这种卡里斯马型领导人啊 这种独裁者往往都是一种卡里斯马型领导人 卡里斯马是怎么回事啊 卡瑞斯嘛 这个是个人魅力这样的一些东西 魅力四射 让很多的人跟随他电信的啊 希特勒啊 这样的一些人 对不对 那么当独裁者玩玩蛋之后啊 你像那个那个谁 查韦斯他去世之后 那么马杜罗是他的继任人 那他如何证明自己能够继承查韦斯这个统治呢 对吧 这个查韦斯太伟大了 这个所谓的这种伟大啊 不是说我怎么说 就是委内瑞拉很多人会觉得查韦斯太伟大了 那么马杜罗凭什么要跟他相提评论呢 一定是完成先帝之一致 要么就是他把这个其他的那些人给干掉 要么就是建立不适工业 要么就是你来去分赃 堵住大家的嘴 请大家记住啊 就是这种独裁之后的第二代啊 往往会有三种方式去稳固自己的统治 要么就是杀人 要么就是去建立工业 要么就是去分财产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东西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其他的方式都不能够证明自己是天降伟人 这样的一个后裔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很多人是选择对外开疆拓图 您就比如说这个隋扬帝 杨广 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这样的人 您再比如说这个马杜罗 对吧 当时查韦斯他也是有一个大哥伦比亚民族梦想 哎呦这说起来 你看我之前讲过大俄罗斯主义 之前讲过大斯拉夫主义 这个泛阿拉伯主义 甚至啊匈牙利 都有一个整个的泛马扎尔主义 对吧 这个一个民族是一个国家 那么这个我们不要觉得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啊 你比如说像哥伦比亚啦 像这个阿根廷啦 像这个乌拉圭啦 这些国家说的都是西班牙语 像巴西说的是葡萄牙语 那么他们应该是类似的民族吗 啊不 这个北边的这个哥伦比亚 文内瑞拉 他们很多人在民族上这种互相认同感 还是比较高的 那查韦斯 天降伟人查韦斯 就说我们要有这种泛哥伦比亚 大哥伦比亚 这样的这种民族主义 要把这整个的地方都给统一取来 而这种泛哥伦比亚地区就包括这块争议地区 当然了要把这块地区给弄起来的话 首先你要赶跑这种英美殖民者 这不是把这个美孚石油公司的很多很多东西收归国有 把很多很多的这个福利给允诺给民众 但是你这个福利允诺给民众之后 您这石油没有西方的这种技术去开散 您自己在那搞 瞎搞乱搞 最后也是一团糟 但是即使这个样子 这完全不妨碍这个查韦斯 人家是天降伟人 那么对这个地方的这个要求也是泛哥伦比亚的这种传统一部分 那后代怎么办呢 你坚决的必须得拥护这个 如果你不去拥护之前那个独裁者的那个一致 后果是很危险的 那你看这个埃及的萨达特 他是怎么死的 对不对 当时埃及天降伟人纳塞尔 人家是泛阿拉伯主义 甚至一度埃及要跟叙利亚合并 要一起去对付共同的敌人以色列 对不对 结果呢 这个纳塞尔那个时候第三次中东战争 萨达特那个时候第四次中东战争 败的是粉粉碎 这个时候萨达特接受现实跟以色列和谈 结果他自己就在阅兵的时候被干掉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马杜罗 他即使他认为这个地方 他实际上已经是被归亚那管辖 但是他还是在地图上 还是要指着这个地方 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给拿下来 不管过去签的什么文件 那都是历史文件 不做数的 总之就是这个委内瑞拉 要决定对这个地方去拿下来 但是你说他真的会打吗 你看我做这个节目之前 五个小时之前 马杜罗说愿意接受国际社会的调停 我可以不动武 但这个地方一定是我的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独裁的火猴就要非常非常的精妙 如果历史上无数次证明 很多的独裁者 他的这个这个继承人吧 或者独裁者本人 想要建立不适工业 真的去打的话 那如果真的这个打不过的话 那就真的是陷掉了 你像那个什么这个日俄战争时候的俄国啦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 像这个萨达特去打这个中东战争啦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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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比这个更高一级的策略是什么呢 我宣称这个地方是我的 对吧 我宣称这个地方是我的 然后呢 我精神上统治了他 就像那个谁 萨达姆他当时说这个海湾战争 科威特是伊拉克的第19个省 对吧 当时1990年8月份的时候 直接就那么公然说 科威特是伊拉克的第19个省 结果呢 哎 这个 多国部队把他给打趴下了之后 那我撤了 但是说 我从精神上认为 科威特是伊拉克的第19个省 你看赢了吧 他自己还是获得了巴格达雄师 这样的一个美誉 当然萨达姆这样还是笨的啊 因为你毕竟是出兵了嘛 你毕竟是被多国部队打住了一条死亡公路嘛 这个就不好看了嘛 所以说 最好的就是 比如说你在PPT上 你在动画上 然后你画个美国的航母 然后你去炸掉他 实际上你什么都不干 然后你还吃着美国的救济粮 你看这个朝鲜那个恩恩 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所以说委内瑞拉这个马杜罗 只要他不疯啊 他大概率也会这么干 我从精神上认为 这个河以西的这块地方 国亚纳三分之二的邻属 精神上是委内瑞拉的这个地方 就是委内瑞拉的一个省 对吧 那这个地方不管怎么样 这是这个委内瑞拉祖国母亲 在发出召唤 那你不回来 刚好那外面有个敌人 能够去巩固我的这个统治 真要是打起来啊 哎 说实话啊 很多这种南美的这种国家啊 这个他们的这种军队的战斗力 其实是挺堪忧的 说到说到这个 回头我要做一个节目讲讲 那个普卡拉飞机 其实对于这种独裁者 跟他的后继者而言啊 这个海军啊 空军啊 这种东西 其实用处不大 您就发展个陆军 您就发展个那种 就是那种坦克装甲车机关枪 能够镇压就够了 那空军啥都不要 普卡拉就可以 那种飞机 就是那种专门为了镇压而生的啊 那么行 叙叙叨叨 碎碎念了这么多啊 就没有什么故事 也没有什么道理啊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点点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